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如果說 雖然最近持續還是防疫的生活 不過已經稍微微解封了 但是自己也要注意 上洗手 還是要戴口罩 這個還是要注意一下 不過有一段時間悶住了 在家裡也不太出去 現在稍微可以出去了 很多人說 很久沒運動 像猴猴 怕都覺得很會痠 不會怕就對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現在開始微解封 我們可以慢慢走出去 當然戴個口罩 當然走路的時候 穿的鞋子很重要 但是我有時候 我去大安森林公園 我的躺下腳 怕一下路 稀稀那個土 然後平常走路我一定要穿 適合自己腳的一個鞋子 這非常重要 運動走路 為了讓身體 腿都比較好 穿著鞋子 外面繞到 那更麻煩 身體就會更受傷 好 今天的節目當中 請到來賓來跟我們分享 怎麼樣 保養我們的腳 首先介紹這一位 他是很想保養 可是他常常要走來走去 怕他走去 有一次走到他的寬寬節 還有一些問題 到底現在有比較好嗎 我們歡迎紀立如 哈囉 鳳姐 大家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想要出門 趴趴走 這身體的機靈還要撞得住 是嗎 要知道 要注意 你看 說話多聲多好聽 好 再來這一位 他就真的很棒 他每次都說 大家很用心擲感情 告訴你什麼樣東西 對我們是很好的 那就是我們生活達人阿倫 觀眾朋友大家好 足部支撐超重要 對 穩健步伐 我們想要走 這很重要 沒有 站得不好的時候 鞋子穿不到 有時候又擲到 好的 另外這一位 他就是逐步專家 更多的嘗試要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我們昭貴小姐 妳好 關節就像身體的齒輪 做好保養才能復好健康 對 關節還有腿 這個是很重要 阿公的例如 他 他常常做工藝 所以會帶很多的老人家 或是小朋友 出去外面走走 他自己也常常走來走去 但是也曾經有稍微受傷 是 還沒有講到這個之前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是你 漂亮 漂亮 你看這邊就是爬爬走 那時候年輕人 現在也還很年輕 很年輕 從我來說你們都年輕 這棚 我親身的 那棚也我親身的 真的我們大姐 那個是女兒 一個是子女兒 其實我們常常 以前還沒有疫情的時間 我們真的常常都到戶外去找 有 對 空間這樣 我覺得 人生要工作 要打不然工作 但是在擦頭的時候 絕對也不會有手心菜 就是認真工作 認真生活 是的 現在有這個顏色是什麼 是我 是你好 我跟你講 像我們也知道 平常都吃不飲 走到走去 所以 別人的休息我們不能休息 所以我們一個星期間 一天就是別人的職業 做我們兩個可以 跟我們家的夫人 可以帶狗 帶大毛小孩 然後去到滿月園 或是大水山 如果去附近 這個郊娃街 有床山 步道發展 我們都會怕一怕 這棚香味好酷 都入外活動 對 都是入外活動 很棒 因為就是這樣 就是我感覺說 空間也不會很重 生活也會很重 你如果我出去了 吸收分多精 對 你又覺得說 很好 進行百倍 真的 再度充電 回來又繼續打拼 真的 真的 去走路 你看走走路 背得這麼高 你看看 好棒 這在三夾這裡 你看他有一個浪費 這很有名 這也是這樣 但是你如果要放進去 公斤也會給我拿 對 你這樣背 走 很多人不會走 以前媽媽的時候 我說你隨便走路 你的腳要很注意 他說以前沒有在注意 他寬寬節有 我摔到哪裡 這是感覺 我是很高興 其實有點職業傷害 但是本身的骨架 我去照片子 是跟他說我本身的骨架 也有點不平均 所以一直無所謂 一直無所謂走 所以我真的不動 真的站不住 就去做人工關節 那是真的很無法度吃 所以平常是 人多少都有長腳 有時候坐姿勢 不平時 真的什麼時候 要去調整 你如果說 沒有調整也好 還沒去注意的時候 關節各方面磨損到 那傷害更大 敏感是常在說 可以超過的 可以整齋的 也是都被刺過 但是有時候也不舒服 是 你現在算會放東西還是不放東西 我現在有開肚子比較好 但是我盡量說一下 已經不太敢這樣吞了 我告訴你 如果要這樣走的機會是很多 對不對 沒辦法 你都要漂亮 穿這個 這怎麼有好處 這已經全高好高 比較好走 我感覺這就真的 很舒適 這全高好高好走 對 我跟你說 我說以前 感覺站在外面 不覺得會累 現在 我是說我沒說太多歲 剛才二倍而已 對 站一天 回家真的 晚上要睡 腳都會搖晃天 用枕頭來貼 再來晚上要睡 來泡水 不然整個 這小腿真的都摺不住 整隻腳真的摺不住 為什麼這麼多人都不會蓋著 因為很多人 像美鳳姐現在這樣子坐的 如果坐太久的時候 也會一邊高一邊低 所以我有時候就會這樣 轉回來一下 對 然後平常 就一 二 三 四 換個姿勢 對 三 五 五 十 就像妳說的姿勢很重要 對 這是很重要 所以會引起 有哪些徵兆會 我們覺得 他這個人的 骨盆歪掉的一些特徵 請看一下 第一個 如果你常常久站 然後超過八小時的人 第二個的話 那貴姊怎麼辦 那個長久站的 貴姊都是要站著 駝背才有小腹突出 對 因為 因為我跟你講 駝背小腹突出 這個就是讓人家很放鬆的姿勢 一站下去 我跟你說 肚子就突出來了 妳說三腰 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常常講說 我沒有要吸氣 縮缸 這樣才會挺直 很多人也不記得這樣 再來 第三個 容易膝蓋痠痛 你容易膝蓋痠痛的話 你站就會歪一邊 對 你會歪一邊 對 好 再來 不自覺地站三 七步 就會骨盆變有高低 對 這也是會影響到 對 第五個 後天性長短腳 譬如說有的人車禍 一車禍一搖 腿斷了 就一隻腳長 一隻腳短 是 第六個是像 單邊拇指外翻或長繭 那就代表你腳的壓力不對了 只有一邊 只有一邊有 有什麼樣的儀器 讓我們知道 剛剛是怎麼樣 可以測試我們到底有沒有 沒有什麼歪或是足弓有什麼問題 是有一個簡單的東西 叫 可以我們來量一下骨盆有沒有高低 這樣我就試試看 立如姐妳有沒有高低的 我應該是很標準 對不對 我都站穩 我站穩的外面 外面現在還滿挺的 對 是 立如姐看起來很挺 對 我感覺 我們來量一下 我還在感覺放的 最好是脫鞋子 脫鞋子是不是 好 這個簡單 然後要怎麼站 兩個腳尖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就是不要有一腳前一腳後 這樣子 那它 那我的手 你的手就盡量放鬆就好了 然後用這個骨盆水平仪 去看一下你的骨盆到底有沒有 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結果現在發現 立如姐的 右邊骨盆比較高 這樣喔 這樣我就 不要說我 那我這次腳開過刀 是不是這樣的時候有差別嗎 有 有差 通常開過刀的腳會比較無力 因為開了寬關骨 我剛才換這人說關節了 換了一個 所以你的左邊比較低 對 它說現在是骨盆 它是骨盆跟我們的 長短腳是這樣有關係的 也有可能是 你長時間姿勢不良 你本來就左邊骨盆低 所以讓這邊負荷過重 有什麼辦法可以改善 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這個是一個日本的遺骨 力學療法 利用三條綁帶 譬如說一條綁大腿 然後兩條綁在小腿 再來就是 這個是把腳彎起來 可以看到這個人 他的膝蓋其實沒有一樣高 是 所以這個方法就是 在比較低的膝蓋 就那一邊的屁股下面 墊一個東西 墊一個小墊 墊在他的屁股下面 然後讓兩邊的膝蓋一樣高 在同樣的水平面上 我這樣去抱 抱胸 然後再回來 然後一直重複做 就讓我的骨盆有調整旋轉 旋轉回來 因為遺骨療法 我自己也有聽過 因為像我家夫人有時候 他最初有太累 還有以前就是膝蓋不好 所以也經常腰痠 背痛 肩頸痠痛 所以他都去有物理治療師做整體 他就說 有看到他骨盆有瘤 說不然 所以他就介紹什麼 遺骨療法 我們兩個很高 就上網去查 他有瘤疤法 反正就是要睡覺的時候 膝蓋 到後來膝蓋兩天 十四眠兩天 會出塞 平常睡屍對不對 對 膝蓋膝蓋 就說 又翻頭了 就去問那個治療師 他說治療師 這家可能對我們來說 沒什麼好用 你有沒有什麼 太理想的 他說 像你這種 你要去找人 那種業的 主品師 人家主品師也依照你膝蓋 去幫你做一個很好的建議 就是透過人介紹 我們就真的去找人 在台北有一個很厲害的主品師 他去經過一個儀器的測量 才知道 真的那個骨盆是歪施的 歪施的 要怎麼樣 因為當然有加一些簡單的復健 他說 現在有一個新的方法 就是透過於這種日本的醫療大學 跟台灣這些所謂物理治療師 共同開發了一種特殊的鞋墊 我記得 主品師告訴我 他這個鞋墊的特色在那裡 就是 一般我們買鞋墊都說 我有足弓墊的話 這是不對的 因為它的足弓最重要 它要三弓 所謂三弓就是外徑 我們走路的時候 外面這部路 外面這個地方 我會說這個地方 它是有 你整個帶下去之後 它是靠足弓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徑子 來幫你做避震 我們要離開 要離開車 要離開車 要離開車的時候 它才有一個橫功 橫功本身來講 它就幫你往前推 所以說 像我夫人就比較散 所以它後面筋比較沒有肉 應該說比較沒有脂肪層 所以它這個地方 就是模擬人的脂肪層 它在打開車 先幫你做一個避震 所以做一個空間避震 在這點 我們這裡叫 芝麻球就是腳的最大的關節 那個關節很重要 你要前進 要轉彎 要右轉 都是靠那一顆 所以那一顆來做一個發動力 像這種類似的東西 我們在那裡都看得到 但是因為它跟日本的 醫療大學合作 它在那裡的地方就是 它在中間的地方 它有一個撲骨 它撲骨就是撲在泳泉穴 我剛才打下去 我感覺到那裡 點點怪怪的 主持人士跟我說 他說這個重點是在這顆 因為這顆就是 我們人家說 倒在歪時 他就先扣這顆給你頂上去 頂上去之後 再做一個 所以像這種鴨子就是 他就是用這個概念 像這種鴨子有一個優點 所以 過來你走路 很輕鬆 它就已經小小的東西 就能解決 這樣的話 那個支撐 譬如說它透過 我們像妳說這樣支撐足弓 真的會改善嗎 因為 它把它支撐起來 所以我們的結構往上提 往上提的話 如果你的腳 本來足弓塌下去 往上提之後 你的關節的位置會比較對 排列會比較好 所以會比較輕鬆 而且剛剛講的 都站起來 有那個姿勢 因為它電抬起來了 你站起來也比較輕鬆 不用像我自己本身一直 我不能撐一秒 我是自己在輕鬆 好 如果你在走路 所有的重量 所有什麼都在腳底 所以那個支撐 還真的是滿重要的 如果這樣說起來 除了鞋墊以外 一身好的鞋子也是很重要 當然 因為現在都要去戶外踏青 對 戶外踏青 我覺得一身 過去可能說 我簡單要吃運動的 有更輕 有更軟 有更好青 這樣就好了 穿這種輕鬆又軟又好青的鞋子 我們一支八酸 它就開始變腳底了 不然你就是這樣 蓋不蓋進去 倒退路 所以我覺得 一隻鞋子 現在不是要輕鬆就好了 重點 它的保護力要做得很好 所以 像我們太太 她也是要穿這種很軟的鞋子 對 很軟的鞋子 我都不怕 打底就可以去等本搜 她不覺得發覺 它越來越不對 第一點 她不小心穿這隻鞋子 去八酸的時候 她根本不會上去 不小心穿這隻鞋子 然後去洗牙齒 她怕沒有兩步路 她就要睡 因為這種鞋子 不會輸 打在六甲圓裡面 然後就非常非常地不舒服 對 然後買了 我們也是去看一種鞋子 鞋子也很特別 這雙鞋子的外形 跟一般的運動 都很像 很像 但是它是結合這種 所謂的 輕量登山鞋 所謂輕量登山鞋 就是我住附近 什麼滿月園 大雪山 走走就好 它叫輕量登山鞋 如果要背玉山 有專業玉山的登山鞋 這種 它就結合運動鞋 你要跑步 要慢跑 你要去附近刷走 這種鞋子剛好 它是怎麼好就做到這樣 因為你看它這裡有很多 那種的蟋子 它這是 沒有線頭 整個都穿起來 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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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優點在那裡 它的優點 它的優點說 它有那個蟋子空 第二點 因為它這個支撐點 不屬於看 蜘蛛人 蜘蛛網 它本身 它的包補 不像牠腳 它等於說 它把你整個腳抬起來 你走路就不用怕會去旁邊 它這個鞋子的地方 跟後面的地方 它有特殊的皮革 這個特殊皮革 等於說它把你的頭前保護 讓你的蟋子不至於說受傷 然後後面的地方 它也幫你保護 保護你走路 比較不會去旁邊 不是這樣而已 它的下面也很特別 你看人家名牌的 五千塊以上 都很像蜘蛛的下面 因為像蜘蛛的下面 有助於說 如果那種 留在山頂的 搬一搬 有哪種 捏那種鞋子 背山頂上去 它剛才會背上去 所以它這種鞋子 它是有一點點 就有全面性 它這個鞋頭微翹 所以你在走路 它就不會踏到 剛才 這是我們瓜姨的鞋子 對 我們母台 你現在看這個鞋子 真的 為什麼我們母台 鞋子 剛才做傳承 因為一搭下去 小聲要走 因為那種鞋子 跟妳說 褲子 那種感覺有這樣子的 軟Q的感覺 這樣鞋子 對 所以這個 剛才就做什麼 對 它就做法 做什麼 是 還很爽 對 紀魯姐 我知道 妳要穿高 我說她這種鞋子裡面 也三公分 不是我穿高 是說這樣比較不平 這個鞋子輕 結果可以對 結果這個 這個裡面也有多少嗎 譬如說它裡面也差不多 三公分 但是妳不要看它這麼大箱 它這箱很輕 對 拿到感覺 對 美鳳姐 我可以 我們這裡有鞋子 我可以大家看看 因為我經常出場 去爬什麼 滿月園 或是那種 紅花座森林 它那種都是小的時候 很多人都穿這種 所謂的登山休閒鞋 你看這個登山休閒鞋 它一箱的鞋子是多少 它一腳的鞋子 都超過五百公斤 五百公斤 但是這箱 比它更大箱一點 你看它穿起來的鞋子 它差不多不到三百公斤 因為鞋子越做越重 但是重的鞋子有一步不好 就是 尤其我們 差不多鞋子有肥 腳都會鞋子 不穿以前鞋子這麼高 你有那個鞋子 就不小心下去撞到 所以很多年長者會去拔倒 就是為什麼 因為它穿了 沒有正確的鞋子 是 穿這個 我們可以說 請那個 這個 給我穿的嗎 對 你可以試試看 真的嗎 是 它這個也是算有點前高後高 對 所以 你搬的長生鞋子都是很重 因為穿這種鞋子 基本上它就是 它又輕 你要八山 要慢跑 要走路 要去 出頭幾天 一張就改變了 是 不一樣 輕 這樣穿也滿好看的 但是它怕真的有那個 那個 我好像我在走台步一樣 是嗎 然後它 製妝戲 刮戲的時候 我剛才穿什麼 我們廣傳伯 會覺得它 蓋 比較蓋 比較蓋 這個 不一樣的感覺 它裡面的鞋子也是一個簡單的 那種有些足弓 所以它這也是 所以穿這種 它的優點是怎麼樣 你就是走比較久 站多久不覺得 會累就對了 還有一點就是 你走得很輕鬆 因為它有一個助推的概念 不然說是一天 整天在外面跑步走 要一層 其實一層好的鞋子 自己下層的鞋子 你如果是要去做活動 要做公益活動 要跑步走 你就應該穿這個 對 像這種鞋子 它不是去一般運動 體育用品設備的 這也不是去登山用品設備 它這種是專門幫人做 訂製鞋墊的 幫醫院訂製鞋墊的 他們那種物理治療師的 團隊所開發出來 所以這類的鞋子 我們外觀看 或是一般運動的鞋子 可是它本質裡面 它就是用一個 所謂的矯正醫療 污理的概念 進去設計鞋子 所以它這種鞋子的特色 除了你第一次帶著 鞋子這麼舒服 對 鞋子這麼輕 但是你才會刺掉 伏貼吧 是不是 因為它頂 包括三個足弓頂上來 你剛才有說的什麼 冰架頭的 我跟我們這隻也很喜歡冰架頭 很緊 它現在在上面這裡 我感覺它這裡就有 我現在走的關節 它感覺它是都包住的 對 是 是不是 你現在真的感覺這裡是保住的 這是保住的 對 因為最重要是 我們內圍這個地方 絕對要有一個沉浸 這個沉浸 不能去摸到你的後腿筋 第二點來說 這個包覆性做得很好 所以過期的人 是不是都不可以買那種白蝶子 現在時間一定要去買白蝶子 因為白蝶子有好處把你所有的 膝型給你包覆起來 可是你整個白蝶子之後 你這箱鞋子很特別 它又不雷脚 又不會雷脚 很特別 是 這兩箱子都一樣 鞋帶不一樣 對 鞋帶不一樣 鞋帶自己可以換顏色 對 它有 如果我還要在這個冰架 比較痛 它還有一個金蔥鞋子在那邊 冰架 冰架比較 冰架很亮 對 對 它還有這個鞋子 你看 好不好 這個顏色也是額我 太紅金蔥色 是 所以身體每一個地方 其實它都是環環相扣 是 都有關係 你不要把鞋子親在穿一個而已 走到走幾天鞋子很重要 所以影響到你骨骼 骨骼如果不舒服 人就會不舒服 不如你平常保養好 去注意一下 如果有時間 如果要出去的時候 鞋子換一個比較舒適的鞋子 這樣其實很重要 才有辦法走更長的 更長的路 這非常重要 也非常謝謝阿倫的分享 謝謝美鳳姐 超貴 謝謝你 謝謝美鳳姐 謝謝 還有鞋子一會兒不太太重 你當時 走不走 不行 不小心去踢到 謝謝美鳳姐 謝謝美鳳姐